哈啰,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简单点啦,不要那么复杂啦,标题叫做骨体效应的恐惧 所谓骨体效应,可能一个缺口开始塌了,你排得漂亮,骨体效应可能是一个很漂亮的图案 但如果安排得不好,标题可能骨体效应就会失去很多东西了,究竟想说什么呢 我其实很简单,归纳了现在中外的一些形势,其实就是要说明一些被围堵的人士或者政权 跟着不是集体决策的,那些这样的政权里面,他们是最怕骨体效应的发展的 那个恐惧很明显的,那我最主要其实是说俄罗斯,普京,你说辐射到中国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况呢 那这里就是涉及我待会最后讲到那个回应的方法问题了,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是担心骨体效应 会应用或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那这个没有人帮到你的,关键就是你自己能不能够去避开这个骨体效应最后的恶果 那我先举一些例子,去看看现在骨体效应的恐惧究竟是怎样的 好了,大家从新闻里面去看,你就会发觉俄罗斯好像撤军了,撤军了吗?不是,在基库或者深入乌克兰内陆地带 好像又退出去,不过现在大家就看到原来不是,退了之后它是重新集结,然后有十几万大军 希望能够抢占乌克兰的东部地区,那就不是一下子这么大口咬下去 因为过去看到整个几月里面来说,俄罗斯是吃不到这块肥猪肉的嘛 所以趁出来,先在东部那个地区先咬一块肥肉,原来它的部署是这样的 那如果从行动以至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它这个就是担心骨体效应,会辐射到俄罗斯那边 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俄罗斯经常觉得这个情况就是西方世界帮着乌克兰 所以俄罗斯外长最近有一个表态很有趣的,他就说你看看世界不公道的,这个是他的角度 你看看美国经常去打人,哈哈爸爸,大家有没有说过美国都是欺负国家的 那为什么俄罗斯现在去出兵乌克兰,那大家又骂俄罗斯呢?那他就举当时美国去攻打伊拉克那些例子,科素玉那些例子 那我都说了,大家如果留意我们以前的评论的时候来说,我们都反对美国去利用各种的理由 然后去入侵人家国家,去搞乱了那个地方的政权之后呢,那他是撤走的 那当年这个美国第一次的中东战争,第二次的中东战争 那他那个时候都其实是搞定了伊拉克,就是撒旦姆,下台了 那他就拍拍屁股走人,那后来或者科素玉那里,他又是搞定了就走了 那现在你说巴基斯坦那里,有些人就说,美国都在背后有行动的 那我们那时候都批评过美国这些做法的,但是我又不贊成俄罗斯外长现在那种这样的指责 为什么呢?最关键的一件事,大家不要只是孤立一件事 现在专制的,你自己不是集体决策的,那些的政权俄罗斯 你看看,他最主要是讲着一点,他很害怕这一点被否决 然后倒了之后的骨体效应,就会对他们不利 如果你说指责美国的时候,我们当时指责美国这个对外政策不对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留意,美国自己本身的国内,他有他自己本身的平衡力量 虽然你说,阻止不了政府去做一些行为的,但是他那个的,譬如说 当时美国内部反战力量都很大的,是吧?民间,以致反对派等等来说 令到当时执政的人,他不可以乱来,或者制约了他的野蛮 好了,还有一点,就是说,美国的案子是可以弹劾你的,你当时阻止不了,但是可以弹劾你的,是吧? 尼克逊当时,他自己本身的政策,他自己本身在水门事件里面的事 后来可以弹劾你的,令到你不能做的,是吧? 好了,美国的制度呢,还有一件事,是可以在下一次投票上面,不选你的,是吧? 所以这个,大家看到特朗普就是这样,是吧? 所以你说,如果俄罗斯那边现在指责,美国那时候这样做,现在俄罗斯是这样做 如果这样,就是等同合理化,或者骂美国,不对 这个会不会很多东西混淆了一起,然后令到自己,哇,其实自己也很坏的 你只不过是说,突出了别人有一点的不合理,然后别人好的东西你不说,是吧? 这些呢,其实是一种担心那种骨体效应,包括民意反弹,国际反弹,经济制裁 就是说,A的政策是被人否定了,或者不知道什么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否定了的时候 他们就会很担心,B政策,C政策,D政策被人否定的话,你这个领导人还没威信呢? 跟着你的领导集体,所谓的集团,如果是一个个的政策被人否定的时候 到最后你的个人利益或者执政的利益不讲到国家了,不讲到会不会国家受损 最低限度你的政权很可能骨太后应就来了,所以这个情况现在就体现在俄罗斯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他都担心骨太后应,所以他们都做好了一些部署 这类国家不是集体决策的,很个人,很讲求小集体利益 他们会做一些什么部署去避免骨太后应 首先第一件事,当然是控制着专政机器,军队,跟着在俄罗斯内部的安全系统等等 你见早前俄罗斯里面也有人反战的,结果他们在街上举了一张白纸 白纸而已,什么都没有,结果俄罗斯警察一样拉走 更何况普京他自己本身是黑格勃,即是秘密警察,那个过程冒起来的等等 这些情况就令到他认为一定要控制着这个专政机器 才可以避免骨太后应 所以大家看到现在这类的东西,其实已经是中外古今历来都是这样的了 你不是讲民意,不是讲其他 第二个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管控那个舆论 大家如果有留意,俄罗斯自己本身现在进行民意调查的 民意调查可能大家知道是引号来的 那个调查是什么呢? 普京的威信上升,八成多,一直都高的了 但是他说反而是出兵去打乌克兰之后还上升 当然大家就说这个你自己做出来而已 这一类这样的专制的领导层呢 他自己本身就要靠这样来支持自己的所谓支持度 这个又是他防止骨太后应,踏下来之前的一个部署了 好了,第三样东西是怎样呢? 就是他一定要到处找朋友,如果找到盟友是最好的 所以大家看看现在最支持他的就是中国 而中国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在习近平和拜登对话之前 各方面包括中国外交界的评估 不是估的,是他们一些行动上面姿态上面表现出来 都希望能够和俄罗斯画清一些界线 不是一刀切,有两个迹象可以看到的 第一个就是中国驻美的大使秦刚 他曾经有一段时候就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有合作 不过不是没有底线的等等 这句话某个程度上就是要回应外面 中国你不要帮俄罗斯帮得那么尽 等等,抵消了西方制裁俄罗斯的效果 另外一个迹象就是王毅 王毅,以至杨洁篪后来都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大家都经过交流过,那时候的语气相对松一点 谁知道,过来习近平和拜登对完视频对话之后 大家又开始发觉气候又转过来 是要跟俄罗斯走得更近 所以这里是不是又担心骨牌效应又会去到中国呢 即是说如果西方围堵俄罗斯,令俄罗斯崩了 所谓崩了,其实是普京崩了 如果是这样来说,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中国呢 这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推断 关键就是中国如何去做准备的工作 这是另一个话题 所以大家看俄罗斯那边就是刚才那个基督板府 专政机器牢牢掌握,接着控制舆论 接着拉盟友,这些大家都看到 不过还有一件事,这个来说就是他不会承认的 是什么呢?就是坚持错下去 大家都说你明知道现在的局势是自己做出来的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你就要调节自己的策略 你能够避其锋芒或者射了压力 然后随途后计,你怎么也好 你都要调整,你不要坚持错 但是这一类的政权就是我要坚持我的正确 这个正确是引号的,他认为正确 然后就是继续错下去了 这些政策就令人避免骨太后应 这种做法就令人感觉到中国有没有在这方面的毛病 或者需要警惕,为什么呢?俄罗斯所面对的情况 跟中国或者要避开这个骨太后应其实是相同的 不过呢,回应的方法技巧以致力量是有不同的 所以我经常说,中国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 你就要避免你的决策不要慢慢走入死胡同 然后你就担心骨太后应不利于你 然后你就更加去做一些倒行逆施 这个来说就是大家都很不想见的 好了,接着就面对,无论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 现在无路可退,外国,美国为首,西方世界 现在你逼到埋伤了,香港无路可退 这个是很自然出现的理由 不过我们经常去观察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觉得中外历史其实都提供了一些经验 就是无路可退的时候的一些退路 所谓无路可退就是你自己的判断 以及你自己想不出好的方法 如果有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有华丽转身的 你避开了你最难的事情,然后随途后计 中外古今,你看中国三十六计很多都是这样 今时不退学等等,都可以的 但问题是你自己的判断准不准确 好了,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些 你现行的一些政策你可以调节,是不是? 我经常说护借东风进退有道 你只是进不懂退,以及你退的方法又不行 所以就继续坚持下去了 这个复射到中国最近的例子就是上海了 上海大家看到了,已经民怨四起了 这个来说,外国是影响你不了的 你不能说外国现在是支持上海人民推翻你 不是,完全不是这回事 上海人民那种反弹,那种不满是因为你地方 或者你现在的抗疫政策令到大家非常受害 这样出来的嘛,所以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 又怕一个骨态效应,我现在这个政策动态清零 是一定要下去的,无论你是基于你的判断 你的医学常识,很多专家告诉你,唯一这样做的了 但是记住,这些专家,他很多时候,现在看到 他以前都觉得不需要动态清零的 但是一在中央下命令,一定要动态清零之后 他们现在只能说最符合中国眼前 其实其他那些声音,包括复旦大学的教授 现在有人形容他们是上海利文亮 不过不要牺牲,只是这么说话 如果去到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你是 我担心骨态效应,一个政策被否定 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政策,到最后会影响我的权威 甚至上就是个人权力,会受到削游等 如果你是这样担心,接着你一个连锁自己的反弹 去反弹市民,人民的反弹 其实这个就是,你令骨态效应更强烈 好了,从这一点来说,你如果自己不懂得去调节的话 那没有人帮到你,好了,假如又能够按着民意来调节的话 可以怎样做呢?如果你醒目的,中外古今 我亦都可以说,这些其实在香港,你去处理一些本地的磨擦 都可以用的,就是怎样呢?我说你整天,哇,我要去控制 大家知道你现在这个控制,你是有权力去做 但是你是没有民意的授权去做的,是吧? 但是不影响结果的,结果都是你压下来搞定的,是吧? 那这个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如果你是醒目的话呢? 其实是不是可以这样呢?你在所谓控制稳定之后 你然后就开始调节,你可以制造一些的舆论 然后说我有,或者听了一些文言,然后就说 我官方审时度势之后,我决定是这样,松野 你将那个主动权拿回给官方,如果是这样来说呢? 不影响你那个面子的,是吧? 但是大家都知道了,其实是你做得很紧 甚至上你可以将这些意见,是被人提出来 然后你顺应这些民意也可以,是吧? 就是以前民主派和以前管治那些,其中有一个效果就是 互相借东风来射力,现在问题就是民间这个力射不到 接着就是官方借着形势加了压力,是吧? 所以我就说,维持政治章力在政治技巧上面,我也不会一概否定的 但是维持政治章力之余,你就不要将这个章力继续加压 到最后你维持一个章力变成一个惯性行动的话 这个只会增加骨体后应,对有权力的人的一个压力而已,是吧? 所以去到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可以看看中国俄罗斯 现在都担心骨体后应的,是吧? 所以他对于一些政策就继续坚持了,总之做了出来的 定了的既定政策不可以改,如果要改呢 都可以在有权力的人同意之下,由他主动来改,我审时度势等等 这个就是说到那个效应,在俄罗斯现在是全世界都针对它,是中国支持的 在这个环境之下,俄罗斯自己本身的所谓的调节是难一点的 但是其实中国是可以做的,问题是你做不做,是这样的意思 按现在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可以说我不怕你,不怕你,我继续压 同样可以压,但问题是压死的,压了之后可控其中是一个可能性 但是第二个可能性,同样存在就是刚性断裂 我经常说刚性断裂,这个刚性断裂不单只是在官民之间 官民之间你可以继续压,但是你在经济层面,你在内部凝聚力那个层面 你在那个民意等等的层面,是随时会刚性断裂的,是吧? 所以如果不会自制,这个刚性断裂就没有人能够帮你解决了 所以去到这里的时候,很关键就是施政的思考重点在哪里 如果说以这个上海疫情为例,你看到现在就说是不可以改的,一定是不动摇 但是最新消息,现在上海和其他国内有大概九个城市左右 他开始,你这样下去捏死,上海已经出现了官员自杀的例子 平民自杀,他都掩住了,官员包括了谁呢?在上海的红桥区 一个卫健委的信息主任,有名有姓的钱文雄自杀死了,是吧? 当时还掩住,结果是钱文雄的家人去证实了这件事 你说这个官员比较低级,但是这个是由小建大,由微知著 可以看到现在上海的低级官员夹在上级政策和民意极度反弹中间的死位 如果大家再留意国内的网,你就会发觉除了有些官民冲突的视频之外 哇,有些真是大家看到的惊心动魄,几多恐武有力的人 进去民居里面去捉人,有杨姓的,要什么的? 你说你可以去拘捕他,但是差点逼到别人是不说了,大家去看 逼到旗楼那里,下一步不知怎样了,不过好在没事 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接电话那些咨询中心的人 他们自己本身都爆发泄的,跟投诉的人是大家怎么说的 大家都在怨,怨气就是说民间说我碰到那么多问题,我反映了 你们有没有反应呢?事实上他们有,反映了之后 总之他的上级不是直接面对老百姓 他们知道老百姓不满,但不是直接向我投诉 中间有一个挡箭牌,上面那些人就照本宣科 即是说既然是这样,我照程序做事 其实他们这种是另一种挡箭,他不是积极去解决民怨 而在他们那个位置里面,他们也解决不了 这个就是中国社会管理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弊病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官位越高,是越离地的 现在出现的那些中低层的官员,他理解到民间那种疾苦 但是他改变不了,因为这个就是中国的官僚主义 已经慢慢扩大到一个叫做本位主义了 所谓的官僚主义就是你有一个官的身份 你在政策执行中,你很大权的,本位主义就是不一定是官 可能是任何人,你在那个位置里面,你只要服从上级政策 你只要照做,你就可以将你的权力无限扩大 现在政策是这样,所以你不能动,我一定要这样 所以去到这个层压式管理,去到这个层面 每个人的官位主义已经形成了中国的政治里面的根深蒂固 的一个环质,我简单举个例子,那时候国内不是推行禁烟的 室内怎样怎样,这个餐厅等要禁烟,那时候一推行的时候 有些大专院校,去到北京高级学府也是这样的 有些人看见,那个人不听不服从那个法例 于是向服务员投诉,那服务员说,我管不了的 为什么,明明政府的政令都出来了,那服务员怎么回答呢 那服务员说,我还没看到党的文件,党的文件现在未来 政府那些是怎样呢,这个就说明了,他们都懂得去看权力来源 哪些才是真的权力来源,实的权力来源,如果不是呢 那他们要等的,这些就是本位主义,因为如果按这个程序来看 他们没有错,但是按效果来说,你就是做不到事情了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我都说了,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中央政策做错 而是你的文化,令到很多人都是谨小慎微,寧左勿右 到最后就伤害你自己,伤害老百姓更紧要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骨牌效应那种恐惧,不要变成自我恐惧 跟着是有可以调节的,甚至是错的,你都不改 那这个就是最大的悲哀了,是不是?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莫名的骨牌效应的恐惧 不要无限扩大,因为你无限扩大只会是万民受损 好了,希望以后有更好的消息跟大家再分享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